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签证拿到手里边 我才算松了一口气 因为从准备到今天拿到手 中间经过了大概半年的时间 因为入管局我记得去递交永珠申请的时候是拍过一个视频的 当时还是夏天 到处都是缠名 然后再来一次 今天再来去取签证的时候 已经是马上就要过元旦了 要冬天了 简直非常的折腾 然后这中间四五个月非常非常的纠结 每天都非常的纠结 因为一旦被拒 审查要半年 大概半年左右 一旦被拒就意味着 你就算马上递交也还要再等半年 但是你不能马上递交 你必须要把你不许可的理由去解决掉才能再递交 所以这个将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 所以这次拿到了签证也是非常的开心 然后换了签证之后 救劳的限制就取消了 也就是说 永住者可以在日本去做一些原来做不了的行业 就比方说 去便利店 无限制的打工什么之类的 接下来我可能会去尝试了解一下UberEat的送摊到底是怎么送的 或者是也有可能索性就直接干个体户了 也不一定 需要研究一下 入管局可以告一段落了 再下一次去 可能就要七年以后了 OK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我们回头见